和平精英职业联赛2021 SE赛季已经于3月11日拉开帷幕 这次20支战队将站在同一旗袍线上 为了争夺冠军的荣誉平精全力 其中最受期待的莫过于CM与NV这两支 不久前在和平精英全球总决赛上夺得冠孽军的顶尖强队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开赛前两天他们就翻了车 首个比赛日CM未居联赛最后一名 而到了第二个比赛日的淘汰赛阶段 NV竟然复刻了CM的遭遇 沦落到联赛倒数第一 让人大跌眼镜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 CM的小剑当时他们正在防区和T系激战 小剑捏了一颗顺暴雷打算炸对面 没想到竟被门框弹回将自己炸倒 连解说都看不下去了 补偿小剑你快醒醒 上局的一穿三呢 看来这两大强队还没能适应PEL联赛疯狂打架的风格 但这也从侧面看出了PEL联赛的整体素质之高 即使是世界冠军也会防车 相信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精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